這個家裡就有大好事 母親節 國際都有相關 慶祝外黨進行 為了北中台南市 辛苦母親的故事 讓更多人知道 社會教是基盤後 母親的標榮點列 總共是有五 六七七位母親在到標榮 我們對現場都可以看到 母親的臉頂 都是全萬開心的徹底 等到這個人的母親節 有社會九十三合一天 特別基盤後 一個標榮母親的點列 這次一共有七七位媽媽教育標榮 高中親親伴中的基督男前提 也希望大家可以接著這個職業 好好來表達對媽媽的愛 讓我們魔幻母親的精神 跟過去的努力 還有克服種種困難的毅力 都能夠深深地落實到 我們台南市的社會裡面 我相信如果媽媽看到你 跟她說 媽媽感謝你 給她一個擁抱 媽媽我愛你 我相信她一定會更高興 那你會更高興 所以由其中端了 就大家開始這次的點列 另外現場的今年九十四歲的慈惠媽媽 葉澄玉美女士 也就帶來跟大家道庭 更前接談的一個職業 這次標榮一共本座的五大情侶 其中的包含了關住民媽媽 體重的阿美族媽媽 陳阿美女士 和特別情侶團統的阿美祖宏 是來到現場 同時她也希望可以 將這群喜角 分享給每一位幸福的媽媽 其他的媽媽都像我一樣吧 都是高興的 都喜樂的 對對對 這個媽媽 她非常用心的在照顧她的這些孩子們 都孩子們都在這個社會上都很有成就 也都很很樂意擔任我們原住民 推展這個文化工作 或者是我們的文化傳承 所以真的媽媽是名副其實 實至名歸 來當選我們的文化媽媽 無論實體的特徵中的媽媽 相信她們都為家庭付出相當多的努力 可以看到每個媽媽便 都很開心的照顧 最後希望可以透過這條電力 來好好表達對媽媽的心態的感謝 也希望大家的文化 請再給大家 請再給大家 分享的日子台品 都不要每期愛 提到感謝媽媽 因為大家互存 今天就在這面 南庫 采訪報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